好 今天來開這個DUCKY SHINE7 新版的狗年限定版 還有送一個狗年限定版的鍵盤 這是最新的SHINE7的系列 然後它這個還有再附一個 這個大的滑鼠墊 這個Flipper的 我沒有用過這個啦 所以這一個的話是 訂購金額是$3990 然後我之前用的是 我最一開始用的是他們家DUCKY ONE 那一把是輕軸的 然後也是沒有背光 就最樸素那一種 然後這是因為我在家用了 另外一把鍵盤壞掉 我那一把是 我看一下什麼 這把 FireRose的MK3 這就是那時候因為 我在公司用的鍵盤是輕軸 然後因為我很常用 我每天都在用 所以我用比較好的DUCKY ONE 家裡的話 我就沒有那麼常用到鍵盤 我就是用輕軸 然後是一把比較便宜一點的鍵盤 然後這把鍵盤 其實敲起來的手感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它就是老了 它時間到了之後 它就有些鍵就開始 有點壞掉 你就是敲很大力幹嘛都不行 然後這個 它長得好髒喔 不看不看 反正就是它時間到了啦 我覺得它的壽命獎勢 這一把大概七八百吧 所以我就趕快把這把換掉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KUNY 7 除了也是在鍵鼠版看到 我就有點受不了誘惑就買了 然後剛好它又是預購款 然後又有送滑鼠墊 然後它的空白金又是有特殊造型 我就買了 這一把是有背光的 那我們就來先開 先開滑鼠墊好了 每次都很猶豫 這種到底要先開什麼 先開滑鼠墊 這種真的是很療癒耶 滑鼠墊也是DUCKY的喔 我以為這滑鼠墊是其他牌的耶 它上面寫DUCKY 滑鼠墊 Made in China OK沒關係 滑鼠墊有一點 看一下它的外包裝 Mouse Pad DUCKY的鴨子的那個Logo 沒什麼 它的Size是800x350mm 所以還蠻大的 我現在用這個是羅技的 羅技看到嗎 羅技 羅技 它這個是買花束的時候送的 那我看鍵盤送的比較猛 還是花束送的 喔這個值得還不錯 我喜歡這種紅黑配的 然後上面用了一個DUCKY 它摸起來 因為新的吧 所以就覺得還蠻好的 怎麼蠻的這個 很滑 Smooth 它背後是有那種防滑的材質 就是放下去就不會動 羅技的基本上也是一樣啦 不過羅技的就 你也知道就被我用了很久 現在開箱我拉高一點視角 太大了 你看這是羅技的 然後這是 DUCKY ONE的 DUCKY ONE的就是新的 整個黑的很漂亮 蠻大的啦 就是一般大的那種滑鼠墊 這個滑鼠墊 我記得也要6700要有 就也不便宜啦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 我想說我也沒有玩過RGB的燈 還有是新款的 DUCKY ONE的保固 我還蠻相信的 因為我之前有換過一次 我覺得售後服務還不錯 所以我就 我就 還是買他們家的 捏了一下啊 要不然也是蠻痛的 畢竟一個鍵盤 還是很難想像一個鍵盤 可以買到 4000多這樣 拆一下它的包裝 OK SHINE7 然後這就是它的那個 Cherry RGB的軸 然後我買的是青軸 Blue1 它的大小 我這個是108件的 所以說就全部都有 然後看一下它的外包裝 SHINE7就帥氣耶 真是蠻帥的 反正就是不要有水啦 和飲料 這一把就是Made in Taiwan的 這個還蠻重的 1.4公斤 這是它的正面 OK 然後它的軸是Cherry的MX 這個Switch 然後這是它的Logo Website Shine7 還有什麼 這應該表給你們看吧 就是這樣 它是青軸TBT 兩色成型 我這個之前我不是用這個 我之前是用比較藍的那一個 用久它那個鍵帽都有點 就是有點像 有點像這種 就是它用久 你看這邊會比較油光有沒有 它會變得比較滑 跟你不常用的按鍵 像是這個Tab來比的話 它就是它會變得比較滑 像這個D 你有看到嗎 D 跟這個Tab比 你看這個Shift這邊就是 它會被你磨掉 但是如果是這個 TBT的兩色成型的黑色肩帽 好像就可以 然後RGB版本 然後我這一把是有中文 因為我還是喜歡 看到中文的感覺 我就不喜歡盲打這樣子 我覺得它的設計 這個是有點顆粒的 摸起來好爽喔 好 那我們就來開囉 這把鍵盤 希望它可以陪我度過一陣子啊 打開 一打開就是一個 這個防塵蓋 保固書 然後接著就是這把鍵盤 請注意此數交代不是玩具 請勿將物品放在嬰兒 兒童或寵物可以接觸到的地方 以免造成自洗頭的寫 然後這是一個Ducky的 OK 它這整個鍵盤的感覺就是這樣 鍵盤的質感是滿好的 它的上蓋好像是類似一體成型的感覺 有著狗黏 霧虛黏的這個圖樣 不過它看起來有點不太像是狗 這是它的耳朵吧 然後它的頭 有點 好吧 有點有點難閱讀 不過滿特別的 外觀的話 紅白鍵幫你換了一個顏色 摸起來 我覺得PBT的那個質感 摸起來滿好的 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不然會覺得它有點霧 但現在整把鍵盤看起來感覺不錯 不過我就是體驗開箱啦 這個我也不是真的很常在換鍵盤的 然後這個是新合金 摸起來滿有質感 背面的話呢 就一樣會有這個Switch的部分 然後它的那個 立架 它是一樣 跟之前的一樣就是保持著兩款 一款是這種短的 然後一款是這種長的 然後下面都有這種放滑 然後鍵盤的那個線的話 都是有分離式的 然後現在這個好像是用Type-C嗎 好像是Type-C了 還不錯 然後就是一樣四個四角都有這防滑墊 然後就是它 Ducky One的LOGO 不過這應該上面是有一層保護膜啦 然後Made in Taiwan 就是台灣製造所以用起來很爽 那敲敲看你各位聽它的聲音哈 先聽最一般的 我覺得它輕手聽起來沒有這麼的吵 回饋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沒有到之前這麼爽耶 沒有它是有回饋感然後也有段落 不過就是它會讓你覺得有點不夠深 不過沒關係 反正我就是要這個手感 所以還OK 不要太吵也還 但是我覺得跟我之前那把Ducky One比起來 這一把感覺敲起來沒有這麼深 然後大家最常詬病的就是這個 長鍵空白鍵的部分會不會很露 敲起來我覺得也比之前好滿多的 這種機械鍵盤就是像讀影一樣 就是你只要沾欄上了 基本上就很難換回去 好這就是它讀到鍵盤本體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說明書的部分 這個滿重要的 我可能等一下要好好拜讀一下 因為它是有很多你看101 然後很多的那個燈光的模式 你看超多的 哦它就是輪流按幾次可以切換 然後它可以調整紅色亮度啊 就是它可以調的東西很多啦 有很多種模式 我等一下可能就試著亮級給大家看吧 然後它可以區域性背光 自己可以錄啦 那有沒有呼吸燈啊 我最喜歡呼吸燈的 自從我的花束有呼吸燈之後 我就愛上了呼吸燈 單色單點亮模式 單色呼吸燈 所以就是單色呼吸燈 那OK 本來就是你不用接電腦 你通過鍵盤就可以調啦 還不賴 然後它還有很多聚集 然後這個是它的一些設定 好酷喔 這個燈感覺很high耶 好 然後最後我想講的是 這邊幾個鍵是它特別設計的 你可以自己調 音量鍵啊 靜音啊 按鍵盤 我覺得鍵盤滿好用的 我自己Darky 1來講的話 我這邊是都改成自己要用的聚集 然後剩下的就是照片這樣 好那鍵盤先放著 看一下盒子還有什麼 喔這是狗年的剩下的按鍵耶 然後它原本的空白鍵也有附給你 我可能空白鍵還是會換回來吧 我不太喜歡空白鍵單色這樣子 然後這是一個Darky的符號 還滿可愛的 那它的空白鍵呢 空白鍵也有 這就是原本那個色系的空白鍵 不過這空白鍵就沒有印上 Darky的符號 不知道為什麼 之前我記得都有印 然後這是拔鍵器嗎 這拔鍵器 這是拔鍵器嗎 還是整線的啊 喔整滑鼠線的吧 對耶 沒有其他東西耶 所以說這個這個是拔鍵器耶 我以為這是整線的耶 所以它內包裝的話 這個鍵盤應該是掉出來的 它就是打開會長得像這樣 把它立起來好了 立起來 放在前面哈 我的滑鼠店真的好髒喔 這整組買起來 整組買起來的話 就是會有一個鍵盤嘛 然後附上新的這個 苟年的那個空白鍵 然後紀念空白鍵 然後還有一些 它苟年的一些特殊的鍵帽 然後有ESC啊 空白鍵啊 反回啊 上下左右這樣 它的USB的線 這把線應該是Type-C的吧 如果沒有記錯 啊對 它現在這一款是Type-C的版本 它就不是在用原本的傳統USB 它是Type-C的 一路往常 我很喜歡這種東西 都有印上Logo啊 然後它自己的整線器 那我覺得最特別的是這個拔鍵器 之前長的不是一樣 之前是一款透明 然後還有它的使用手冊 和一個防塵蓋 因為是預購版 所以它還送上了這個 超大的Ducky的滑鼠墊 所以這就是全部所有東西的開箱了 這就是所有物品的集合 好Ducky One的話我用了 現在應該用了快三年 都還是沒什麼問題 它只有有一次 因為它這個線啊 Ducky One後面整線的部分 不是做得很好 所以導致它折到 所以我有換過一次線 其他都還OK Please do not remove 所以這個Ticket是不能remove的 那它寫一個OK是從它寫 它是把這個鎖起來 應該remove就沒有那個了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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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固沒有保固 OK好 那我趁現在把這個鍵帽黑色換回來好了 我不喜歡看到一個這樣自己的顏色 我可能還是沒辦法 還沒有錄鍵帽的坑啦 這個好妙喔 真的可以用嗎 我來試試看 隨便拔一個看看 拔一個方向鏡 拔起來了耶 我覺得比之前那個好用耶 因為它這個是軟的 它伸進去之後 它可以把它卡住 這個對焦是怎樣 鍵帽嗎 它可以把它卡住 然後就很快就可以拉起來了 還不錯 然後順便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鍵 Cherry的軸 我不是剪啦是走 然後就是有RGB燈光在裡面 好 那我就來把這個空白鍵拔掉 這應該不會很難拔吧 空白鍵怎麼拔啊 沒有好像剛剛這樣卡住啊 這樣開會不會太大 左右 空白鍵左右 可以了 拔起來了 空白鍵比較難拔 它會變卡在 它會變左邊卡一角這樣 然後右邊卡一角 這樣子把它拉起來 不過就 就加加拉拉 然後就是它的也是三個軸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個Cherry的軸 再叫兩個 這應該是叫衛星軸吧 我如果說錯就跟留言更正我一下 我真的不是很懂 我只是覺得用起來很舒服而已 所以說它空白鍵帽 我要換回去它原本 不喜歡用太特別的顏色 狗黏就讓它造就吧 不過這個空白 不是 Enter鍵的我想換換 喔靠它在最下面 你一定要這樣弄我嗎 這就倒出來好了 空白鍵 我今天對焦是怎樣 中風是不是 好 放上去 我覺得它空白鍵 壓緊 然後它的這個鍵啊 它都有做一點弧度 所以說 按起來是滿容易會記住它的位置的 我也有做一些定位的位置 F啊和J都有這個定位 這個一抹就知道 所以你盲打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的 OK好 這個狗黏的鍵帽這樣倒出來 又要再塞回去 Fuck you 沒關係 就隨便亂塞 不過我覺得它其實 狗黏這東西給的滿多的 我覺得算滿有誠意的 如果我自己只是數夠的話 收集用應該會滿開心的 然後我覺得這款Shine 7最好 就是它這個上蓋的部分 這個合金做的很有質感 我本來拿到 我本來在拿知道之前 我很擔心說 它會不會拿到是一個 就是不太好的那種金屬感覺 但是現在是滿放心的 對啊用起來應該是滿爽 應該不會虧對於它的這個價格 畢竟全部都Made in Taiwan的東西 現在也很少 好麻煩喔 丟進去好了 不想讓它對著 不想讓它對著外面呢 其實都快好了耶 好期待喔 我自己都還沒有玩過RGB的燈 這次來玩玩看 這就是它所有夠年的鍵帽 好這個拔鍵帽我覺得很有趣 特別 這樣好看得多了 就是青色都有黑色的 舒服 好那我們就接個燈光來 試試看它亮起來是什麼樣子吧 接個燈 這就是它一插上去 它就是跑這個模式 然後可以看到其實這個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這個狗黏這個設計是還不錯的 這個狗不知道是哪一個按鍵 如果還不賴的話 其實放上去應該滿有質感 可以看到這隻狗正在發光 然後它的顏色 這種呼吸燈真的是 就是這種RGB的鍵盤用舊 真的是會讓你有一種 喔很興奮的感覺 這個就沒辦法克制 然後它這個有個 喔這個就是這個CAP的這個鍵吧 好亮喔 要先把它關掉 那我們就各跑一下各個模式吧 它總共有12個模式 這個光還不是最亮 因為我現在右上角還有一盞燈 然後一開始這個第一個模式 就是波浪 各個模式的話可以用這個來增加速度和減速 所以它的FIN鍵在這 如果增加速度的話是FIN加右鍵 哇變超快的 那減速的話就這就是最慢的了 你可以看到它波浪這樣過去 它是最快的 FANSI啊 那如果第二個要的話 要換的模式的話就是FIN加10 喔這裡就是心跳模式 它就是有點像心跳 氫電圖那種感覺 那如果它減速的話 好像沒辦法減速啊 這是加速的 所以它減最慢的話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心 心跳模式有點 顏色不是這麼顯眼的時候有點看不太出來 那裝塊模式 裝塊模式就是這樣 它就是跑 那如果有加速 喔它會疊耶 好有趣喔 然後你應該是可以調它的顏色 如果你要調的話RGB嘛 你就可以調它的亮度 那我調查看 欸可它這個應該是自己就有亮度 喔太好了 燈剛好熄滅了 那我從第一開始 現在是全按 然後這個就是波浪模式 然後就是心跳模式 磚塊模式它就是會疊 蠻有趣的 循環變色應該是它就是一直在變色吧 我把它加速看看 對它就是一直循環在變色 然後最循環變色完之後是雨滴模式 雨滴就是下雨的感覺吧 那如果下快一點呢 就是這樣一直下一直下的感覺 接著是圓形 涟漪模式 就是你尻 它就會它就會亮 就如果你這樣很爽 這個這個如果慢一點會怎樣 這個如果速度調太快 基本上感覺不出來 這一定要調很慢 它才會有那種波浪的感覺 這樣敲下去才會很爽 而且你看它這個顏色是會有點 就是會不一樣 它是紅潮流量量電池這樣變過去 好然後隨機單點亮模式 並假設隨機單點亮 喔就是你敲那一點它就會亮 然後它的顏色 它的顏色會慢慢變耶 你看它是 它是敲這個最明顯 它的那一顆的顏色會慢慢變 然後極光模式 不知道極光模式是什麼 喔極光模式就是你敲 它就亮一排 喔所以你這可以 它亮了之後 如果你要調色的話 你就按FIN之後 五六七就是紅綠藍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調它的亮度耶 真是不錯 好那下一個極光模式 下一個是 單點單色亮模式 它這就是單色 就不會有剛剛像那樣的單點水肌的 然後單點呼吸模式 喔這是單色呼吸模式 不是單點呼吸模式 所以它就是這樣一直呼吸 我覺得可能這個是我會比較想要的模式 因為我就是喜歡看它呼吸 然後最後一個是全亮 它全亮就是這顏色 那我們來調調看它的顏色好了 可以選RGB 可以換各式各樣你想要的顏色 然後全亮模式之後你再按一次 它就它就洗掉了 然後 再按一次 這個就是最一開始的那個波浪模式 所以其實可以玩的很多 然後還有這個 還有一個燈紅 它還有這個叫做記憶區背光 就是有這個各種玩法 這個我就不錄了 大概是這樣啦 我覺得還不錯耶 這個燈玩起來滿有趣的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可能是 第一個波浪模式 它的單點呼吸模式 就是這樣不會有這麼閃的感覺 換到那裡看看 2 3 4 5 6 7 8 9 10 這個它可以調它的亮度 調它的速度 這樣可能太快了 我覺得可能要慢慢來就是這樣 它才有那種呼吸的感覺 然後再慢慢洗 再慢慢亮起來 可是它是單色呼吸就有點可惜 它如果可以顏色更加的 更加的特別的話 可能會不錯 我按到什麼 它怎麼沒有 它這個是調亮度的共識階 所以說 這是最亮的 它呼吸起來這樣就是最亮的 可以調慢一點 讓它呼吸不要這麼急促 好啦 那就是大概看到這 這個SHINE7的那個 RGB狗粘預購款 然後 新合金金屬上蓋的版本 好啦 我覺得還不錯 整體來講的話 如果它可以用個三五年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給它85分以上 個人蠻推薦的 如果特別是那種工程師啊 或者是長期沒人在使用電腦 這種就很適合你 畢竟你這個鍵盤沒人都在摸 就買一個這個 好啦就這樣 Ciao Ciao Bye Bye 我大概一個禮拜吧 分享兩個 我覺得我現在看到比較大的問題 第一就是你看這個Page Down這個按鍵 你有看到嗎 這個 這個G和那個D 它有些地方啊 它們的材質 鍵帽材質沒有做好 這個D看一次 不過這邊的就好一些 但是你看像這個A 是還好 但是像這邊的話就蠻明顯的 有些鍵帽材質沒有做好 它會有一點 特地這樣看就是 它會有點不透光 這個Home鍵也是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小問題啊 但是我覺得很煩 因為我就是有時候 要看它的亮度的時候 我被這些LED的燈鍵亮到 這蠻亮的其實說真的 好啦就是兩個小小用後的心得 按鍵啊光 目前用起來都還蠻OK 好啦小心得 Ciao Ciao Bye Bye Ciao